建議來說的話就是 盒裝蛋是比較有保障的 因為它前面就有他們自己的產銷的公司 他們可以替我們做第一道的把關 那如果說是散裝的蛋的話 其實目前的食藥署也是有一些規範的 這些蛋是來自於母雞 那這些抗生素它是用來幫助這些機織 讓它不會受到那些寄生蟲或者是細菌的感染 所以這個奶卡八斤它是一個正常的使用 那既然是正常的話 那在一般的機織來說的話 它是可以被添加的 但是它是有限制 不是說每一隻雞都可以 像比如說肉雞它就可以被使用 那奶卡八斤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會影響生殖系統 可想而知會生蛋的雞 它就理論上不能使用 所以奶卡八斤在使用上面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只是純粹吃雞肉了 這些雞它可以被添加 因為我們不要它有寄生蟲 我們也不要它有細菌感染 所以添加了這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是在合法的標準之下都OK 但是現在的問題來了 就是當這些使用的人 他把這個奶卡八斤 試用在這些負責生蛋的母雞身上 它就累積在了母雞生殖系統裡面之後 這個奶卡八斤就跟著蛋就出來了 我們吃了這個蛋我們就發現說 它上面有奶卡八斤這種生物抗生素的殘留 所以問題就來自於這個地方 從忍到你我們試的時候也是 對生殖系統也是隱憂 我覺得對如果是太多 這個問題的話 當然就目前的我們所發現的 就是現在目前市面上所看到的這些技量來說的話 它雖然在實驗上面會造成生殖系統的危害 那因為它雖然是超標沒有錯 但是它實際上的那個超標的劑量呢 人就不會對人類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太恐慌 但是也不要再繼續吃有超標的雞蛋 建議來說的話就是 盒裝蛋是比較有保障的 因為它前面就有他們自己的產銷的公司 他們可以替我們做第一道的把關 那如果說是散裝的蛋的話 其實目前的食藥署也是有一些規範的 就是當這個散裝蛋出來的時候呢 它旁邊其實還是有一些QR code 或者是這些商標 它可以去追蹤說它的產地 就是來源可以去追溯 所以實際上如果說你查得到 那基本上來說都是屬於健康的雞蛋 那如果說你查不到的 那還是盡量不要去使用 有些人會說的 我們來看見 就是一個趴鏈這樣的